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聊一聊热刺 咱们看一看新赛季失去凯恩的热刺 在英超里面会提成什么样子 那么热刺这个俱乐部 它跟利物浦的经营模式是有一点类似的 这家俱乐部跟利物浦一样 它几乎从不满大盘的球员 它所有的国际巨星那种一线的球员 要么是自己培养 要么是买来半成品 自己加工 加工成为巨星之后高价卖出 咱们看之前的莫德利奇 之前的贝尔都是这样 那么凯恩也不例外 即便是30岁的凯恩 也以一个亿的价格卖给了白人 很多球迷都认为热刺在失去凯恩以后 它的成品将会惨不忍睹 上个赛季的后半阶段 我们看到的这个热刺的整体的一个崩盘 它真的是崩盘 主角恋的这个矛盾 包括更衣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人员的这种人心涣散 那好在呢 它的这个夏天 它整体上进行了一次大的这种改革变革 那么我相信很多 如果你不是热刺的球迷的话 可能对这个俱乐部 还没有提起这么高的一个警惕 但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热刺的这个赛季 会比较有意思 好吧 咱们先从老规矩 转会方面入手 转会方面 其实热刺呢 它这个夏天的这个转会 它买入了一个左脚中后卫 范德文 同时呢 从莱斯特城捡了一个便宜 演进了麦迪逊 转出球员 那最著名的 除了这个小卢凯斯之外 就是凯恩立队 那么一下呢 相当于热刺 走掉了两名前场球员 而且是实力不俗的前场球员 那么这一下呢 由于凯恩的离队 很多人都是认为 这个热刺完蛋了 好吧 多少年来呢 热刺的进攻体系 都是孙兴民加凯恩 这么一个孙凯的一个连线 以他们为核心 然后进行一个进攻体系 包括多少人的教练 从波切地诺到莫里尼奥 到这个孔蒂 他都是这样的 那么 由于凯恩的离开 那么热刺整体的一个进攻体系 就是要改变了啊 首先从转会的这个方面 我先评价 我说热刺呢 他早晚要失去凯恩 他如果今年不走的话 这个凯恩今年不走的话 明年他也很大概率要走 我觉得续约不太可能 热刺是给凯恩提供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合同 希望他终老热刺 但是呢 凯恩呢 以一个比较暧昧的这种态度 不拒绝 不签约 他给了一个比较暧昧的态度 这样让拜仁有可乘之际 最后拜仁把他签走了 拜仁即便花一个亿 也要把30岁的凯恩带走 所以呢 热刺这边没有凯恩 但他不是世界末日啊 他流失这个队内一号球星 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们有的丰富的经验 那么这一次呢 热刺的他的这个列围 包括他整个的这个管理层 比较聪明 好吧 他为什么会同意放走凯恩 一个是凯恩在这个年纪 他早晚要走 再一个是丰厚的转费费 一个亿达到了热刺的这个 心理的价位 觉得就是赚大发了啊 自己用了这么多年 然后呢 拿到了这个这么一笔丰厚的转费费 我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更多的球员 好吧 这就是转费方面 我给的评价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负面 因为他引进了范德文 引进了麦迪逊 在种种层面上呢 我觉得是可以多多少少弥补一下凯恩留下的这个空缺 至于为什么 我在下一个方面来重点讲啊 我要讲接下来的就是第二个层面 这次新赛季的战术 那么我们知道 在上个赛季的尾端 由于孔帝的这种离开 包括他之后的一个接任者 都是在更衣室和场上的这个战术层面上混乱不堪 最后导致呢 他联赛仅仅排名第八 这是这里这几年日次最差的一个成绩啊 但是新赛季 我觉得可能会有所改变 他最大的一个改变 首先 他的两个队长 一个是戴尔 一个是凯恩 全都不在了啊 戴尔不在是因为 因为他明年的合约也是要到期了 但是呢 这个球队并没有把它放到新赛季的这个规划里面的 也是想要卖出 然后呢 新的队长选择了孙兴明 这个目的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说戴尔你不在我的这个 新的主教练的规划范围里面 戴尔这边也闹了一个情绪啊 个人情绪 他希望这个再待一年 所以呢 他的这么之间这么一个来来回回 戴尔和凯恩两个队长都没了 都不在这个球队的舰队里面 那么现在队长孙兴明 说明什么呢 以他为核心了啊 以孙兴明为核心 然后我们看新赛季的呃 刚刚踢了这么两三场比赛 热刺的整体阵容 其实他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他跟上赛季相比的话 差不多有五六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那这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变化了 门将位置上换成了维卡里奥 然后后卫线上呃 乌多吉 范德文 罗梅罗 包括波罗 波罗就上赛季才才才才进来了 然后双后腰他采取了一个比索马加萨尔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两个人要重点说一下 特别是这个比索马 比索马是呃 上个赛季在或者是之前的一个赛季就从布莱顿引进过来 而且他的转费转费也不高 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哎 布莱顿为什么会把比索马 哎这么便宜的一个三千多万的一个价格就卖给了热刺呢 因为比索马当时是谁啊 是凯赛多的呃 这个把凯赛多压在替补习上的那个人 比索马走了之后 凯赛多才能上位的哎 那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啊 比索马之前有过这个案子 有过案底 那么他的这个案子 他作为一个球员的话呢 很多俱乐部像特别是布莱顿这样的俱乐部 他是不能忍的 所以呢 他赶紧要把比索马出手 并且呢 呃 把凯赛多给扶上位 但热刺这方面 他似乎并不是特别介意 他觉得呢 把比索马先买过来 能用 然后剩下的案子的方面 交给处理啊 交给律师处理 如果能处理的好的话就好啊 呃如果是暴雷的话 那自己三千多万其实也还好 先用着 是不是 所以双方呢 就在这么一个周旋的一个阶段 来达成了一个共识 但比索马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用啊 非常的有实力 所以他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上个赛季呢 热刺呃 这个比索马是有伤病在身 没有怎么提比赛 所以没有发挥出他的潜力 那么这个赛季比索马 我们看到了 至少前两场比赛里面 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他加萨尔 这一对后妖组合 是非常的有威胁 他在中场的这种完结 包括大范围 大面积的这个跑动 给前场的球员 他的进攻组合 减少了不少的压力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啊 去进行进攻啊 然后前场的话呢 以孙兴明明 孙兴明为核心 詹姆斯麦迪逊为自由人 那么看莱斯特城的比赛 大家都知道 虐蔡高手 那就是麦迪逊了 好吧 他的整个脚法 如果给他赋予一个自由人的角色 说实话 其实可以多多少少代替凯恩回撤的 这么一个功能啊 把他放到10号位 那么这是麦迪逊最喜欢的 由于他后面有两个后腰 给他兜底 那么詹姆斯麦迪逊 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的 这种进攻天赋 而且我们发现 热刺赢曼联 赢平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两场 他的整个这个前锋线 是没有进球的 当他们没有进球 还能 还能够取得不错成绩 不错效果的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球队 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好吧 因为他的这个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 包括就相当于是多点开花 多点开花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 让其他球队需要防范的 这就是热刺的 我认为他比较厉害的地方 那么最后呢 我就要说一下热刺的 新任主角恋 他的主角恋是一个澳洲人 名字叫波斯特克格鲁 我对这个教练之前 也不是有很多的了解 那么我大概看了一下 他的履历 包括他的这种 直交热刺前两场比赛的 一种套路 我基本上得出了 以下的一个结论 首先他是一个进攻型的教练 那么凯恩不在 那么进攻坍塌了 怎么办 不会的 他是一个进攻型的教练 他知道如何去 发展球队的这种进攻 所以说 把他跟孔帝和穆里尼奥 其实我愿意做一个对比 他更像是波切蒂诺的 这么一个模板 孔帝穆里尼奥 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防守反击 是以防守为主的主角恋 但是成绩我们都看到了 不管是穆里尼奥 还是孔帝 以防守为主的话 热刺的成绩始终都不理想 但是像波切蒂诺这样 包括像这个新任的这个主角恋 他们的思维都是以进攻为主 以进攻为主的话 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 因为热刺的进攻线 它并不差 好不好 再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孔帝和穆里尼奥 他并没有把热刺 执教热刺 当做一个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两个都是大牌的教练 我孔帝我之前执教的是谁 尤文图斯 切尔西 意大利国家队 穆里尼奥是谁 切尔西 我执教过曼联 执教过黄马 执教过国米 是不是 他看不上热刺 他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我看不上热刺 我看到热刺的所有的球员 我觉得 丢面子 丢脸 但是像波切蒂诺 像波斯特克格鲁 这样的主角 因为他们是很像 特别是这个波帅 他在执教热刺之前 他是在 他是个澳洲的教练 他执教开尔特人 在日本也执教过 有点像当年的温格 这样的教练 他执教热刺的时候 热刺是他这辈子执教过 最顶尖的豪门 最顶尖的俱乐部 所以他有一种 引以为傲 引以为荣的这么一个感觉 他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这个俱乐部的工作当中 这就是主教练最大的这个区别 就你投不投入热情 球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就你如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 那球员跟你的距离感就会拉开了 如果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球队里面 球员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这就是我们看为什么像孙星明 那像凯恩那之前 他对新的这个教练评价是相当高的 他觉得教练给他画的这种蓝图 给他的这种战术意见和指导 他觉得非常有信心 他给球员一种信心 那么球员的战斗能力就会大大的增加 这是我观察到最明显的特征 最大的这种改变 好吧 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也说过 他的不可预测性比较多 他的得分手其实是比较多的 好吧 即便是凯恩没有了 以前是凯恩和孙星明 你如果把这两个点摊死了的话 热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 得分手段 得分效果 好吧 但现在呢 其实有孙星明 你要防他 库鲁塞夫斯基 你要防他 詹姆斯麦迪逊 作为自由人 你还是要防他 这三个人比较 你把他防住 前面还有一个理查利森 虽然他不怎么进球 但是如果你不防的话 他还是会进球的 好歹是一个前锋 好不好 那么整个他的这个进攻组合 是有一个双后腰兜底的 所以说呢 这个赛季比苏马的发挥 他的这种健康程度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比苏马在热刺 整个赛季 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包括热刺的整体 没有太多伤病困扰的话 我觉得新赛季热刺的成绩 宝八争六是不成问题的 他的成绩不会比上个赛季差 我觉得争六都是有点低谷他了 搞不好他是可以争四的 热刺这个球队 我觉得八到六名 是最低的标准 然后在第六名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有争四的限益 他就有这样一个实力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 我的看法